今天天气特别好,又是星期天,和好朋友一起,我们去寻找茄麻 茄麻作为一种野草,它的价值比严重低估 据说它的蛋白质海量比大豆还高,维生素C则比橘子还要高七倍 它的采摘季节也很长,春天采来可以做茶,而它的嫩叶还可以做汤 秋天则可以采摘它富含营养的种子 茄麻的茎上长着这样的刺 采摘的时候要从下向上小心地采下来 不能从上面向下一把抓,不然就会被刺到手就会火辣辣地疼 茄麻还可以清毒,清理我们的身体积累的毒素 它的含铁量也很高,而且很容易被身体吸收 比补铁的药,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呢 摘下这么一截,晾干,把叶子揉碎 用玻璃罐子密封保存起来,就可以饮用一年 春天采摘的时候,我们可以只选择最尖赏的五片叶子 因为它是最嫩的 你一定也见过茄麻,因为有人住的地方就有茄麻生长 那它生出次来,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用新鲜的叶子泡水喝的时候 可以只摘下几片泡在水里 一周可以喝一两升 另外,把它晒干,揉成粉末,加入到盐里面 每天都可以吃一点 因为它的微量元素,含量也很高 好